前文在族 书接上一回 上次我们说到大老板是带着暴力团的全体人马攻入了九龙城寨 现在我们先讲一下黄狗对AV的这一场战斗 眼看着黄狗是火烧无辜的一家 AV是彻底被黄狗的这种暴行激怒了 他是誓以黄狗填命 这时候只听见AV是咬牙切齿地说了 我保证你今晚一定会比死更痛苦 是吗?哈哈你不要骗我 说过的就要算数的啦 听到黄狗这样一说 AV就已经不想再废话了 一步冲上去准备痛击黄狗 哈! 怎知这只黄狗竟然就好像一只狡猾的猎犬那样 见到AV来势凶凶 整副不要命的样子 他就不想正面交锋 于是他一轮转身 跳出了火海蔓延的屋 闪身就转入了弯弯弯弯的小巷里面 AV哪里可以放过黄狗的 于是就跟在后面窮追不舍 这阵市只见到黄狗是进入了一栋大楼 迅速跑上楼 进入了其中的一层 AV的拳头几次就快要扔到黄狗的身上 但总是在最后一刻落空 现在呢 整间屋里面的家司 是被AV和黄狗他们两个打到七零八落 哼 论身形敏哲 这个黄狗 确确实实 是胜了AV一筹 突然之间 黄狗是收住了脚步 翘着手在身后 站定定地背着AV 原来家阵市 黄狗是走到了一个 被防盗网严严密密包围的阳台之上 哈哈 黄狗是走进了死胡同里面 而AV这一边 真是步步逼近 整个死神那样 黄狗 我看你还走得去哪儿 黄狗就索了一索个鼻就说 我闻到 你的路火 我是已经达到了顶点的了 大牛龟 帮下手 堆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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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了刚才的一场追逐 AV加阵市的路火 是已经达到了顶点 我要一锤打爆你的头 好 声道拳道 AV是暴铝鱼鱼 加阵市整个阳台也震动了起身 然而 正当AV的拳头 就快扔中黄狗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他是觉得福布一阵剧痛 似乎是被什么射中了 AV心里面是大吃一惊 蛤? 被什么射中了? 蛤? 华之你 加阵市 我照样要逢你了 AV是不顾剧痛 再次喝向了黄狗 而这阵市 黄狗是竟然露出了欣赏的神色 好野 中了我的弹珠 还那么勇啊? 好 你绝对是一个 难得的对手来的 黄狗一字讲 只见到他一番手腕 指间已经是多了三粒 半个手指头那么大的钢铁弹珠 看下你 挡得多少粒 手一扬 五只手指一弹开 弹珠就好像子弹那样 飞飞飞 飞向了AV 只听见 嘀嘀嘀 AV的驱体上面 即刻多了三个血洞 各位 按照黄狗以往的战斗经验 这一批 AV不死也应该是重伤倒地 但是 这一次 完完全全是出乎他的意料 他面对着的这一只大牛龟AV 不单止无垂地 拳头反而加快了速度 只听见AV是大喝一声 送你去见炎罗王 拳头就好像铁锤那样 打在黄狗的面门之上 紧接着下来 黄狗呢 就好像被一只饿到瘋了的野兽那样 疯狂地施扯住 哈哈 加阵史就惨了 黄狗呢 是被AV逼在防盗网上面 动都动不了的嘛 他身上是承受着AV圆圆不断的重拳 而他身后面的防盗网 亦都被AV的重击 压到是变形弯曲了 这阵史的黄狗才知道 哈哈 什么叫苦不堪言 要怪 就怪他黄狗自己 太过自负了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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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 这阵史已经是将黄狗当成了人肉沙包 不断的痛击 他身上似乎是有无穷的力气 亦都似乎要一次过伤 心底所有的仇恨和愤怒发泄出来 这阵史 黄狗已经是口吐鲜血 意识是开始模糊的了 停 停手啊 求求你啊 停 停手啊 哼 这只黄狗竟然间是向对手求咬 这样就是破天荒的事例了 哼 你刚才叫我怒弄你 为什么现在又叫我停手啊 现在是不到你话事了 去死了 人渣 碰 随着AV刚猛的一拳 防洞网终于是爆开了 而黄狗也跟着向外跌了下去 然而 就在黄狗完全下落之前 原来本来已经是疲远无力的黄狗 突然之间伸出双手 拿着铁网 跟着再做一个后空翻 很轻盈地 倒立在阳台的遮宇棚上面 带牛龟 下次再玩过了 哼 原来刚才的一切 都是这只黄狗 扮东西扮出来的 在这双手 AV就真是激得咬牙切齿了 顶 我看你还有多少花招啊 说完之后 AV是凌空一躍 抓住了黄狗的颈上 垂下来的一截铁链 黄狗来不及争脱 随着AV庞大的身躯 急剧下嘴 这一批 AV是真是打算 和黄狗同归于尽 各位 上一集我们是说过的 黄狗和AV在楼下打架的时候 拆穿了楼下间屋 家阵市 刚刚起火的屋 已经隐延了附近几栋建筑 煤气爆炸的巨大升浪 是真意欲弄 这个九龙城寨的建筑 本来就是密密麻麻的 电线走着蜘蛛网 还有不少二烟的雨棚 木头 一触着火 很快就蔓延成为一片 而家阵市 AV和黄狗两个人这样跌下去 就算不踏死 恐怕也要撞身火海 这样 AV和黄狗的结局是如何呢 在这一树 刀锋就要买个关子 我们先看看 在城寨里头其他的战士 好了 家阵市 在城寨里头的战士 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 暴力团那帮人 是趁着混乱大肆地劫略城仔的居民 见人就劈 见钱就抢 家阵市 一个暴力团的头目 是很囂張地大声叫住 而这阵市 他是望见了一帮手持工具的人 气势胸胸地扑了过来 原来 来着的是信一的门生 黑仔 他带着整班兄弟过来了 因为信一临出赌场之前 他是吩咐过 叫黑仔带着他的兄弟 保护蓝蓝 以及城寨居民 于是黑仔就大大声地对着这个头目说 契弟 我等你们好久了 各位兄弟 劈他的五眼六色 和他们开练 好力 龙城邦和暴力团 终于在时隔多年之后 是再次全面开战了 各位 加尔顿市 整个战场打得乱乱 我们找个安静一点点的地方 说一下 哈哈 说什么呢 说一下 在信一的岛馆里面 加尔顿市 是剩下蓝蓝 龟水 以及三个奉命留下的门生 其他人 全部都出去 和暴力团的人搏杀 听着在外面传入来的劈杀声 他们五个人心里面 都是朝躁不安之 但是 他们加尔顿市五个人的表情 都是不一样的 威水 他是垂头丧气 满面虚寒 而蓝蓝 真是镇定预想 跟着那三个门生 各持兵器 全神皆比 突然之间 在嘈杂声中 突然之间 传来了呼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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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六嬸还在屋里头 走 蓝蓝就火一声 站起来 蛤 蛤 外面这么大火 我要去帮忙救人 那三个门生就立刻伸手拦住他 蓝蓝姐 外面很危险的 你万一有了什么事 我们没办法 向我信一哥交代 是的 听到三个门生这样说 蓝蓝就只好作罢了 就在这时候 蓝蓝是突然之间 听到威衰在一边 暗暗沉沉 阿 阿洛 在外面 搏 搏 搏 我 我就 一点忙都 搏 搏 搏 我 我还有面子 叫威衰 我 我 一世人都 没做过一件威衰的事 好人 又做不到 出来走 又不够人狼 失败了二十多年 难道到死 我 我 我都做不到一件 大事 而这阵子 在外面 继续传来不断的呼救声 走水呀 快点来人 走水呀 这阵子 威衰是突然之间 很坚定的站起身 向门口外面走过去 蓝蓝是不明白威衰突如其来的举动 威衰呀 你 你要做什么呀 外面很危险的 威衰转转头就说 蓝蓝 蓝蓝 急 今天 就 就算是 是死 我 我也 都要为 阿 阿 为 为我 自己 做 做回 好戏 我 不 不 想有 朝一日 我 我的儿子 问我 有 有 做过 一 一件 有意义的事 我 嘴 嘴 都 没 得 出 一说完 威衰是 拿起了门边的灭火筒 很缺绝地打开了门 走了出去 这阵子 暴力团的人 已经是攻进了一楼的赌厅 但是 在这阵子的威衰 是已经无所畏惧 阿 今天 我终于 鼓起勇气 踏出这一步 虽然 我们 不在 同一个截战 战场 上面 但 但是我 肯定 你 feel 得到 我 我在 和 你 并 肩 作 作 作战 想到这一鼠 威衰是用灭火筒做武器 冲开了人群 直接奔向了熊熊燃烧的那几间屋 那里 好了 刚才我们就说过 威衰在心里想 想和阿乐并肩作战 而阿乐这一边家臣子的情况是怎样呢 阿乐这阵市是从一对一变成了四对一 形势似乎是要发生逆转 这阵市 陈乐军 十二小 信一 吉祥仔 他们四个人 是围住了大老板 而站在战场中心的大老板 望了望十二小 似乎是颇为意外 诶 十二小 什么你都来了 你是来帮我拖 还是帮这个反骨仔的 十二小是好不舍地说 哼 你是真痴 还是假傻 刚头佬 总之今天 你乱硬的了 大老板就叹了口气话 诶 手心是肉 手背都是肉 两边都是你的朋友 十二小 我明白你的感受 你病一边 两个都不要帮 哈哈 各位 为什么大老板会这么说 原来上次在油麻地果然市场的一役 大老板他在心里面 已经是十二少是朋友 当然 这样想 只是他大老板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听到大老板这样一说 十二少就说了 大老板 看来 你是真傻的 站在一边的信一家阵市已经按不住了 十二少 别跟这死人江头佬废话了 江头佬 今天我要收你皮 一致说 闻一声 一都直取大老板的头颗 好一个大老板只见到他扭腰轻轻一闪 跟着伸出手来 铁拳横掃过去 将整个信一打到反弹在墙上面 大老板就很得戏地说了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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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话音一落 大老板的拳头就砰一声 打中了吉祥的福宝 打到吉祥的五藏六虎就好像想爆那样 吉祥一字向后退一字想 哎哟 桌面一拳都打到我成这样 这个屎人刚头佬的力量太可怕啦 这一边吉祥被人打低了 十二烧是孤军作战 他抵挡了一阵也都被大老板在连人大刀那样撞开了 大老板掃开了三个障碍之后 拧砖头就过来对付陈乐军 反骨仔 来多十个都帮不了你 一字讲 大老板的铁拳是直接轰向了陈乐军 而后者則是运足了全身力气迎击 砰 沉满的一声巨响过后 阿鲁是向后直推 加陈时阿鲁是觉得整条忧悲是麻木了 大老板就说了 哼 林友哪说用刀用枪的 一对拳头就够了 然后大老板是打側头看着十二烧话 十二仔 讲雷气是好事来的 但是陈乐军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去帮他 十二仔 我已经打算将暴力团第二位的位置给你坐了 然后呢 你就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我们两兄弟拍硬当 称霸江湖 哈哈哈哈哈哈 加陈时十二少是扯着气地回答 大老板 你真是好天真 好傻啊 我什么时候 和你 做兄弟啊 蛤 十二仔 我和你是一见如故 有讲有少 我就当你是朋友的啦 这个年代啊 做兄弟 不用撒血为盟的嘛 转会也不用辞职的 如果你大佬Tiger不同意呢 我就帮你把整个架势堂铲掉 这样就行了啦 十二少听到大老板在这放屁 他是越听越生气 发你个蒙啊 一致讲 凌厉的武士刀就一下子劈向了大老板 大老板一闪身避开了 迅速地脱下了去件西装衣 对着武士刀一卷 恰恰就将刀身卷住 然后猛言一拼 哼 那把武士刀竟然间是离开了十二少的手 十二少加陈时 亦都是气刀不顾了 插布上前一手拿着大老板的胸口 轮起拳头就拼命地轰了下来 这几下就将大老板的真火就打了出来了 只听见大老板是很生气的说了 哟 十二仔 给个狼心你当狗坏 岂有此理啊 既然你死都要和这只反骨仔站在一起 那我就不留手了 送你归室了 话音一落 十二少的胸口就砰一声 哈哈 十二少是感觉到 他好像被一部侄迟而来的火车 兜口兜面撞正这样 只觉得前腔和后腿好像已经被人撞碎了 预备 十二少这时一撞进了墙上 催所的瘠块和石灰紋紋滑落 原来 那边的大老板不只是拳头硬 他的腿弓也十分可怕 见到这样 刚刚才夹起来的吉祥仔 就即时发烂炸了 Pony Amo 屎江头佬 我就不信 而在另外一边的信一和阿乐 也都是冲了上来 对着大老板 是展开了围攻 那么多位 到了现在为止 以阿乐他们四个人的合力 不但只是 是未能够打低大老板 反而他们每一个人 都吃了大老板的一技重拳 他们心里面都很清楚 大老板的实力 是远未见底的 这一场恶战 不拼命是不行的 反观大老板这一边 虽然是没错 他是以一敌死 但是 一些吃力的感觉都没有 反而是越战越勇 但有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的无敌姿态 就在大老板是忙于应付吉祥 他们三个人的时候 十二少是很艰难地 拼了起身 跟着 是静静地在大老板的身后面 发动袭击 只见到他两只手 突然间在大老板的脚底里穿过 一拳就死死拳住大老板的两只手臂 阿诺 打啦 大老板突然之间被人制抓住 阿诺是把握时机 对着大老板是轰出了十几几重拳 拳拳是出尽全力 好像子弹那样射入了大老板的头壳里面 大老板这阵时受到这样的重创之弹 不是呢 他的阵脚是没乱到 只见到大老板是一抬脚 一踢踢开了陈洛军 跟着 顺势向后一撞 将十二少紧紧撞在墙壁上面 十二少的手稍微一松 大老板就立刻增开了束斧 手肘向后狠狠地一批 结结实实地批中了十二少的面门 可怜十二少终于是力竭 暈倒了 在这边的箱子 吉祥是既惊又生气 江头佬 我捶你狗命 话音一落 他手里面的刀就 阔一声 对着大老板劈了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到大老板不方不忘地伸出两只手指一夹 夹住了吉祥仔的刀 而大老板真的很轻轻地说 英俊 你和我擦鞋的资格都没有 说完它是一脚踢中了吉祥仔的下巴 可怜吉祥仔被大老板这样一踢 他连惨叫都未来得 迟发出一声 身体向后一样 啪啪一声 打在地上 口里面的鲜血 是长流不止 十二少终于低了 吉祥就跟住于低了 在一边的迟一 真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或者只是有一个人是可以跟大老板匹敌的 那个人就是他们龙城邦的阿一哥哥龙卷锋了 不知但是龙卷锋家阵士在哪里呢 他会不会为了今天的事而出手呢 信一是没时间多想了 他一字举起把刀 一字就冲向大老板 江头楼 我和你死过 谁知大老板一伸手 立刻就捉住了信一的右腕 长毛飞 你拼我一刀 我会记得你的 你这小子都迷失智行运 一字讲 他反手一领卡 信一的右手是被大老板铐缠绷咬断了 跟着砰 大老板的一拳是扎扎实实地打在信一的胸口 信一是立刻失去了反抗能力 那么多位 大老板的这下连环动作是发生在眨眼之间 信一来不及有什么反应就已经是惹事了 阿洛是立刻赶上来 挥拳是重击大老板的头部 企图是令大老板放开信一 谁知这个大老板是不避不闪 等阿洛的两拳过了之后 他再出拳头 一直就截住阿洛的第三拳 阿洛只是觉得他的手掌 仿佛是被人粉碎的 剧痛不止 这时候 大老板一手拼开信一 饭骨仔 看着 这一拳 我要打爆你的头 哈哈 这一拳 大老板终于起了杀心 这一运 阿洛是凶多吉少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只收场的手是一甲 夹住了大老板猛烈的拳头 而大老板这一边 是突然之间感觉到一股 说不出的无形压力 咦 哪叫个啊 我 跟你说过 不要入城仔 为什么 你是都不听我的话 是都要逼我出手的 哈哈 大老板定眼一看 原来来者 竟然就是龙卷锋 好了 龙城邦里面的阿一 龙卷锋终于是出场了 那下一集 就已经是讲到 哥哥大战大老板了 那究竟是大老板劲抽呢 还是龙卷锋威猛呢 逐之后事如何吧 我们下次再讲 pounding 赶紧 你的沙头 大概第一个沙头 一下急 二三 两 的 lift 开